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首先我们进行准备工作 将灯架支撑开 安装停靠基座 锁死 下面我们进行安装调节 第一步将摄影机安装在快装板上 首先将快装板从云台上取下 我们可以看到快装板上标注有一个小箭头 该箭头的方向需要与摄影机的镜头方向保持一致 由于大部分摄影机的镜头偏重 所以在安装时建议将快装板靠前调节 使摄影机的重心偏厚 在锁紧旋钮时可以用硬地进行快速安装 此时完成第一步操作 第二步将快装板与爱型稳定器云台座连接 首先松开云台座一侧的蓝色安全锁扣 将另一侧的黑色旋钮拔开并保持拔开状态 将快装板底部的卡尺与云台座上的卡尺连接 当旋钮回弹时说明持余持要合 此时转动黑色旋钮可使摄影机在云台座上前后移动 完成此步后锁紧蓝色安全锁扣 但注意不要完全锁死 若摄影机遮挡住蓝色安全锁扣拨杆 则将蓝色拨杆拔出旋置无遮挡位置继续锁紧 此时完成第二步操作 第三步调节爱型稳定器平衡 首先将爱型稳定器安装在停靠机座上 如果摄影机前后倾斜 则调整云台一侧的黑色旋钮 使摄影机位置前后移动已达到平衡 如果摄影机左右倾斜 则调整蓝色安全锁扣同侧的黑色旋钮 使云台位置左右移动已达到平衡 调整后锁紧蓝色安全锁扣 其次调整爱型稳定器的杠杆平衡 将爱型稳定器横置于水平面 轻轻放手 等待其自由落体 在90度的钟摆运动中 如果下落时间正好在3秒 则说明杠杆平衡 注意 在调整时我们会遇到两种情况 下落时间大于3秒或小于3秒 当下落时间小于3秒时 说明砝码一端偏重 我们有三种调节方法 一 将爱型稳定器靠近砝码的一节缩短 松开蓝色旋钮 向内收缩 二 将手柄向砝码一侧移动 松开手柄下的蓝色锁扣 将手柄向上滑动 三 减轻砝码重量 当下落时间大于3秒时 说明摄影机一端偏重 我们也有三种调节方法 一 将爱型稳定器靠近砝码的一节拉长 松开蓝色锁扣 向外拉出 二 将手柄向云台一侧移动 松开手柄下的蓝色锁扣 将手柄向下滑动 三 增加砝码的重量 此时完成对爱型稳定器的调节 第四步 穿戴背心和调整立臂 首先将背心穿在身上 将肩部 胸部 以及腰部的六个锁扣扣紧 之后 根据使用者的身高 松开锁扣 调整 胸板位置 直至肩带落在肩部上 同时使护腰板落在腰部 之后再根据穿戴舒适度 调节 左扣后的拉带 直至肩部 胸部 腰部 均匀受力为止 将机械臂上的插销 插进背心上的机械臂支撑座内 将调节好的爱型稳定器 安装到机械臂上 接下来调节机械臂的弹簧 顺时针调节旋钮 机械臂的支撑力变大 适合较重的机器 反之 逆时针调节旋钮 机械臂的支撑力变轻 适合较轻的机器 最后 需要使机械臂的立臂保持水平状态 现在就完成了整套斯坦尼康的安装与调节 旋钮